嗚嗚嗚 一起學成語 嗚嗚嗚 萊姆哥哥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好啊 怎麼這麼神秘的感覺啊 因為啊 我今天看到功夫哥哥手上拿了一個小電扇 超特別的 喔 超特別 有多特別啊 我跟你說 這個小電扇不但可以吹風 嗚嗚嗚 還可以噴水 噗噗噗噗 更重要的是 這個水噴在臉上 加上那涼涼的風吹起來 好舒服喔 嗯 的確是很舒服啦 海苔哥哥 可是 這個小電扇 已經上市很久了啊 所以你看過了 我看過啊 很多人都看過啊 真的嗎 嗯 我還想說這是很特別的東西 所以很興奮地問功夫哥哥耶 結果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他說什麼 他說 海苔哥哥 你真的是 井底之蛙 呱呱呱呱 功夫哥哥說你是井底之蛙 呱呱呱呱 到底什麼是井底之蛙啊 海苔哥哥 井底之蛙是一句成語 它的故事意思是這個樣子的喔 你看 這一口井底有一隻青蛙 海苔哥哥 我跟你說喔 有一條很大很大的河流 叫做黃河 黃河裡面的水又多又高 所以常常激起很大的浪花 黃河裡面呢 住著一位河神 叫做河伯 這個河伯常常覺得 自己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河了 應該沒有任何一條河流 可以與它相比喔 我這條黃河是世界上最大的河 所以我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河神啊 河伯相當得意地往前走 河水流啊流地流到了北海 這個時候河伯發現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但是北海竟然比它的黃河大上好多好多倍啊 這個時候河伯才知道 原來啊 它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河 原來我只是一條小河 北海啊 你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河 不是不是我沒有你說的那麼偉大 還有許多比我更大更寬廣的大海呢 而且跟天地比起來 我算是很小很小的 河伯聽到了北海這麼說 他才知道原來世界上啊 有許多比黃河更長更大的河 也有許多比北海更大更大的海 對啊 而且啊 在這個世界上比自己厲害的事情啊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對啊 海太哥哥 所以連北海都這麼謙虛了 河伯對於自己的自大還有驕傲 而感到十分的慚愧 不過後來北海就跟河伯說 一輩子都住在井裡面的青蛙 只能看到跟井口一樣大的天空 青蛙就以為天空就只有那麼大而已 那是因為青蛙沒有見過世面 才會這樣想的 河伯這個時候才知道 事情要多看 要多聽 而且要懂得謙虛 才不會變成井底之蛙 這個就是井底之蛙成語的由來 就是在說那些 眼光短小 見識淺薄 不知道天高地厚差別的人 所以功夫哥哥是在笑我見識 見識什麼 淺薄啦 對啦 海太哥哥 你不要灰心 其實我們只要多多地充實自己 增廣見聞 這樣 你就不會變成井底之蛙啦 嗯 好啦 我知道了 我都學會了喔 嗯 小朋友 那你們都學會了嗎 記住 不要讓自己變成井底之蛙喔 下次我們再來學更多成語故事吧 掰掰